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严重 所以武汉封城 那么封城以后经过了两个多月 将近三个月的努力 把疫情控制非常好 然后武汉重新开放 4月8号 那么这个日子注定会被 载入史册 就是我们通过分层 把疫情控制好 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经过这一年的努力 全国疫情控制非常好 我们已经绝大多数的地方 没有疫情了 散发的疫情 都是输入性的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截断性的胜利 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 为什么 就是因为国外的疫情还非常重 我们如果一旦恢复到正常开放口岸 开放和外界的交流 国外的疫情又会进来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在这个一周年武汉重启的纪念日 我号召大家尽快注射疫苗 只要我们大家都注射了疫苗 我们的屏障就形成了 我们就可以开放了 我们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了 那么我们就会打赢 战胜疫情的最后一章 取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大家不要犹豫 尽快去接种疫苗吧 我们就会打赢